蠻正宗的,很好吃 嗨,你好,大家好,我是丁妮,欢迎欢迎我的频道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一个当地还蛮有名的泰国餐厅 泰国餐厅其实是类似网红餐厅的感觉 其实它整体环境上就是非常漂亮,非常适合拍照打卡的 当然这个地方除了可以拍照打卡之外呢,它这里非常有名的食物就是他们这里的泰国餐厅美食 虽然是讲说这个地方离市中心是会有一段的距离 但是因为现在Dark Grab也是非常的方便吧,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地方 来泰国一家喝什么的奶茶 我们这里的泰国餐厅还蛮正宗的,而且有很多泰国名食都会特别来到这个餐厅去用餐 蛮有名的,你在Trip Advisor里面算是蛮推荐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过来试吃看看 但是你的份量的话呢,像对我们之前在别地方吃的话,是份量会比较小的 但是我们今天点的几个餐点呢,其实它那个炸花吃,一来就会闻到很香的味道 然后咸多的话呢,就是你吃一口的时候,它的那个酱汁的味道都非常浓郁 很香,虽然有一点点赖辣 本来是臭豆 臭豆的话呢,其实跟我们换上麦克斯的臭豆好像会是比较大可甜,比较大片 而且它放的辣椒是很大,而且我可以感觉到辣度是蛮辣的 只要是 我个人觉得呢,当这里的餐点整体上来讲,是还蛮正宗的,很好吃 泰国产吧,就会是有一点偏辣,所以如果不吃辣的话,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可以尝试,因为它这里做的泰国产真的是非常好吃 可以让你在一个非常舒适的关系里去用餐 而且,里面有情,然后它这里的比较是有点韧耐于铃鸿哥 就让你可以很舒服的用餐之外,就还可以比较美食 然后还有这个炸花肉 我觉得这炸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除了一点脆脆的感觉之外呢 它不会太咸,因为有炸花肉它会太咸,就是让你觉得 可能不配饭就觉得不好吃,就有点咸的,你不会想要吃下一个这样子 但这个的话,我会,所以这个我也非常推荐 就是它的那个餐点,就是蔬菜的那个酱汁是非常浓的 所以对于我这种玩法,我很喜欢吃干饭,虽然加酱的人是很适合的 但是如果女人数比较少的话,我记得点两到三个菜就可以了 虽然它宽小,反正我觉得两到三个人来两到三个菜是当不当的 因为要不然点太多,可能吃不完这样子 那我现在已经用餐完面了,这家餐厅其实它的餐点还算是不错的 虽然讲说这个店面算是那种网红餐厅 但是呢,它的餐点都还蛮不错 它的菜要是属于那种泰国正宗的泰国餐来的 如果大家是想要尝试那种传统的泰国餐的话呢 不妨可以考虑这个地方 想说它的价格会是有一点的偏贵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你来到这里是想要体验管境 就想要吃了正宗的泰国餐的话,不妨可以考虑这里 我们现在来到黄马夜市啦 黄马夜市的其实距离曼谷市中心是有一段的距离的 它这里其实MRT或是BTS都没有办法可以到达 所以其实这里是不算是游客区 是比较多当地人会逛的一个夜市 所以它没有什么人潮 地方还蛮广的,可以慢慢逛 就是逛起来还蛮舒服的 因为它这个地方不是游客区吗 所以它其实不会人挤人 这里还算是蛮好逛的 如果游客来到黄马夜市的话 通常他们是喂了这个蒙南海鲜餐厅过来这边的 据说这个蒙南海鲜餐厅呢 其实之前已经在网络上红了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我上次之前过来曼谷的时候呢 就是忘记了这家餐厅 所以就没有特别过来这里 但是这一次我就有特别安排来到黄马夜市 就是喂了这一家蒙南海鲜餐厅 远远就听到他们的音乐播到很大声 这里全部在看他们的表演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点餐了 但其实基本上他们的服务员也不会讲说 他一直都会去跳舞 那因为也是会很累嘛 就是他们基本上是在你用餐啊 或者是转一点音乐想起的时候 他们就会敲一下好多 你一来要准备呢 他就会给你两个酱汁 一个是橙汁的 一个是橙汁的 一个是青汁的 但是也算太足够还蛮快的 他们刚才一点没有很久 而且很快就长彩了 我们来试试看他的酱汁 把茄子大个 因为我们今天我们也是有吃这里的茄子 那样茄子有点太小 所以这个很大 其实他们这里主要是吃海鲜啊 它是没有正餐 但是大家可以把这样做小吃过来这里吃 很不错哦 我还在茄子炒得很香 有时候我们去马来西亚那种海鲜店吃这种 他们很多时候可能炒了 那肉已经掉出来了 只有壳没有肉 但是这个的话 是每一个的肉哦 而且都蛮大个的 我本来还以为 整个环境就是会很吃饭 没有害怕 因为他们有休息的时候 但其实如果大家来到这里 你不想进来用餐的话 他们基本上 他们在跳舞的时候 你也是看得到 因为它是那种开放式空间 你就可以看到客人在里面用餐 也可以看到他们在跳舞 如果是Scalade跟Scalade的话 我比较特别是Scalade 因为在马来西亚那里 真的有点吃 因为如果你是喜欢吃海鲜的话 就可以拿给过来这边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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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